这位食用油再度爆发了问题 卷入了厂商正义公司 也是鼎芯集团旗下的企业之一 然而短短一年间 接连爆发的三大食安问题当中 鼎芯集团都卷入了其中 频率之高也引起各界的高度瞩目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一年当中发生的几起事件 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 鼎芯因为使用大桶长机 所提供的同叶绿素混餐油呢 在当时的时候有21项油品下架 那么到了今年9月 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呢 卫权公司也卷入了搜水油风暴当中 其中有包括肉松以及肉酱等 12项产品下架 那么到了这个月 现在正义公司也被查出了 疑似掺入了这个饲料油 目前有三个油品下架 所以呢现在这情况呢 也让大家特别关注到 鼎芯集团他们的形象 跟品牌的企业形象 都已经受到了重挫 当然大家现在看到的 鼎芯集团还遭到各界言辞抨击 像是肖机会秘书长雷立芬 就出面指责 鼎芯正义公司最大二级 是最无良的企业 还有毒物专家指出 饲料油成分不明 可能会造成人体的危害 不过就责以外呢 眼前的当务之急 是要避免影响范围扩大 因此卖场的业者 今天立刻下架回收了 唯利清香油等三款问题油品 卖场人员忙着一桶一桶 把油下架回收 因为上次的搜水油事件 强贯油品出问题 摊商纷纷敢用蒸饮香猪油 却没想到旗下产品也有问题 一般我们接到这些 余力的商品的一个机制 我们卖场立即 作为一个下架的一个机制 那避免消费者的余力 生气的应该说 这个业者真的是 罪无可赦 非常的不良 因为在前面常观的事件 发生的这么沸沸痒痒的情况 他竟然还可以这样子 昧着良心 然后不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 劣质油风暴越演越烈 毒物专家也很担心 强调这批饲料油成分不明 可能含有重金属物质 人如果吃下肚不仅伤肝伤肾 更可能导致各种癌症 是给动物吃的不能给人吃 化学物质有毒东西都在里面 有一些是会有器官伤害 有一些它是含有钱 钱会有神经毒性会伤肾 那也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有个的话也担心会伤肝伤肾 也可能会有致癌的余力 正义的制油工厂 同时拥有食用油和饲料油的 制作许可证 业者一次利用这个漏洞 让政府单位难以调查 要怎么赔偿消费者 消极会认为 鼎心正义不能随便敷衍了事 正义的话 一定要拿出最大的 这个赔偿的一个机制出来 因为嗅害的层面实在太广 而且广到我们最终消费者 所以它的赔偿不是说 只能三倍 这样子这么低的一个情况 它应该有更高的 这个赔偿金额出来 政府一定要去要求做到 食安问题连环报 去年的大桶油事件 到9月初爆发的墙罐搜水油 事隔才一个多月 现在又传出 饲料油流入市面 消费者真的已经不知道 吃什么油 才会安心 郁电TV正维珍 许如意游唱话沈永沛综合报道